龍哥今天要去哪裡玩呢? 今天帶安琪去台電玩 Let's go! 10萬訂閱謝謝你們 未來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安琪 今天歡迎林志龍分析師龍哥好 妹妹你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台積電的法說會有許多的亮點 現在到底該佈局什麼股票 才能搭上台積電的順風車呢? 是的我們認為說台積電法說會 你往設備股去佈局 我覺得這邊是巴補的 你要去留意的是IC設計這一塊 那怎麼說呢? 我們這邊來幫大家快速追蹤一下 台積電的法說會內容 那Q3的毛利是優於預期的 Q4展望也是優於預期的 那這邊受惠於AI、車用、智慧型手機 還有PC這邊的機單 雖然台積電說Q4的庫存 就會開始進入一個健康狀態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台積電對未來資本支出的密集度 是往下滑的 所以看到資本支出往下滑 那我認為說短線上設備類股 你可能就是要稍微先避開一下 我認為會有一點點雜音在 那從美國晶片的基因來看的話 台積電也認為說短期影響不大 因為NVIDIA這個明年會高速成長60% 那即便我們給它打個8折 打個8折也有快50% 那也有快50%的情況下 你即便拿到中國20% 我覺得這30%還是一個高速成長 所以台積電認為短期影響不大 那從整場台積電的法術會來看的話 我認為亮點會在邊緣運算 還有手機領主線 還有PC的相關供應鏈 那其實這幾個族群 我們在先前就有曾經跟大家聊到過 比如說我們在古墓奇兵 有跟大家聊到手機領主線 這個人好熟喔 你認識他嗎? 好熟喔 好像是我欸 對啊蠻正的 可是我臉被壓扁了 沒辦法因為圖有壓縮到 這是我們在古墓奇兵 有跟大家挖到這個手機領主線 甚至我們有跟大家聊到的IG設計 那你可以以這什麼 以這手機領主線 還有PCNB的相關工業為主 所以整個產業來看的話 我認為這邊的極丹效應 以手機紐件還有PC工業 那我們可以從大力廣告法說話來看的話 其實高階智慧型手機 也有呈現一個複數的狀態 雖然這邊你往這邊去挖寶 我覺得會比較有機會賺到錢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美債殖利還是在往上創高 所以美債殖利如果沒有往下滑落的話 我認為這邊很難有一個像樣的漲勢 所以這代表什麼 接下來行情請你保持著 不要過度追價節奏 當你發現殖利率開始往下滑落的時候 這邊你就可以開始適捨去放大你的部位 那我們可以看到加權指數 台電影法則說利多跟美債殖利率的利空 所以使得行情維持在一個區間增大 那今天是往上去做一個收腳 那中文這邊特別跟大家聊到的是 近期有很多的利空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戰爭 戰爭好一個 再來是美債殖利率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美中禁令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這麼多利空的情況之下 但是股價都沒有往下去做破底 所以這也代表說利空有機會鈍化 這邊有機會形成一個底部 所以你要去想一想 接下來要往哪邊去做打單呢 原理上我認為接下來下禮拜 應該就有機會往上做噴出 因為這邊所有不確定因素都已經佔告一段落 台電法說也召開了 美國公債也飆售了 那接下來可能要等到11月的這個 Inmedia的法說 所以接下來我認為這裡行情有機會開始要表態 而且我先前有跟大家分享過一份資料 這份資料就告訴我們 台灣總統大選前一年十月上漲機率是百分百 所以這裡還有七天 在七天十月我們就可以驗證一下 這裡今年十月會不會再持續往上漲 所以加權指數我認為就是維持在一個趨恩震盪 那已經壓縮到尾聲了 今天收繳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訊號 再來IG設計請留意一下 IBC財、IG設計、IG封測、還有IG零組件通路商 那其實這個我們在上個禮拜的財經集通 就有跟安琪在這邊一起跟大家做分享 比如說看到一龍店 其實你看到今天是走勢相對比較逆色 今天是上漲3%左右 看到聯發科 聯發科也是維持著霞浦震盪 那資金是很明顯的往半導體這一塊去做集中 或者是我們看到聯羊 聯羊也是跟NBPC有關的 那近期也是走一個橫向整理 所以這些都是大盤在往下跌的時候 維持著強勢整理型態的個股 那這些都是你可以去留意的方向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聊到說 設備股要小心一下 那Covas要小心呢 因為這邊有市場那麼說 Covas產能大幅度開出之後 明年有可能會變成功大於求 那這個我覺得我就會稍微比較保守一點 有雜音的情況下 我就會先稍微做避開 所以台電法術會我認為你可以往 手機電腦鍵或是NB這些安心設計 但是Covas這些概念或是設備股 我短線上可能就會稍微站在保守那一面 所以整個台電法術會我們幫大家追蹤到這邊 那整個Q4還有哪些個股可以做布局 請你一定要加入我的群組 謝謝龍哥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資訊 記得加入龍哥的Light at跟Telegram 那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馬上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到實地的房產業 並在收看頻道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盡第二份薪水